大家好 每天一款失败车 今天师兄整个人又很高兴 因为带大家看宝马一系 其实你们也知道 我之前是那个进口后驱一系的车主 所以我对宝马一系这个车系 还是挺有感情的 而我身旁是国产的前驱三项版车型 其实之前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 比较纠结一系的前驱和后驱的问题 但现在我也不纠结了 因为在马上海外换代的下一代的 两项版一系也会用上前驱的平台 所以之后国内国外的一系都是前驱车型 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了 而我身旁是2019款的国产一系 最大的变化是宝马给它加入了M运动套件 并且是除了最低配车型以外 其他的全系标配 这也是宝马第一次把M套件 下放到国产一系这样入门版的车型里面 让整个车的颜值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车头整个下船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这边大铲子 这边黑色的蜂窝的进气格栅 并且这边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很夸张的一个进气 并且这个部分是真能进气的 能把气流倒向后面的轮拱 而不是一个装饰 这边全系标配的全LED大灯 在一系这个级别 这个配置还是挺实在的 来到侧面 这是一台120i车型 所以它配备了一个双骨幅 18英寸M运动款式的一个轮圈 因为这个车身本来不大 所以配上了18英寸的轮圈之后 侧面看起来很提气 轮胎是22545R28的 孔力思通博天族 而这台高配车型还配备了 无钥匙进入的功能 随之在尾部也附送给你了提脚开门 后备箱常规容积比较规整 而让我很喜欢的是地板下面 还有非常巨大的秘密空间 把尾箱关上 而来到尾部就厉害了 我们从下往上看 这下面大尺寸的镀铬的双出的排气孔 这个排气孔确实是很有质感 这边类似于三个围绕牛的装置 这边还有一个假的尾部的倒气槽 让整个尾部你看下半部分确实很运动 你说这是一个M的车型 可能也有人信 不过再往上就是普通的依系了 这边120i的身份标识 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倒车影像的摄像头 好我们去车里面看 那要内饰加入了M运动套件之后 整个内饰最大的区别是 这个方向盘也变成了M款式的丁字库的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可以说是业界标杆 无论是看上去还是摸上去都非常的棒 并且120i车型还多出了换挡拨片 同时中间的一个8英寸的屏幕是全息标配 并且支持宝马最新的触控的操作 上面天窗也是标配 并且像自动风调 自动雨刷 自动大灯 并且还带有自动的远近光 这些配置其实在宝马车型里面 还是比较普及的 所以这个车虽然是一个入门级的车 但是整个标准配置上还比较不错 而这台120i的高配车型还有一些进阶的配置 比如说还有座椅加热 我那台X3是没有座椅加热的 它有 这边还有抬头显示 显得整个座舱还是挺高级的 此外这个座椅我挺喜欢的 它本来是皮质的 带电条且带两组的机翼 同时它两个侧翼是在电动的夹紧的调节 并且它还有一个手动的腿托 整个座椅显得还是挺运动的 后排自然不是这种紧凑型轿车的优势 你看我坐进来 空间就显得有一些拥挤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我这么大致的身材 后排满足一下基本的乘坐需求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并且这台高配车型后面 有空调的出风口 以及两个Type-C的电源 上面还有全景天窗 所以这个后排配置上的照顾 还是比较周全的 120i的动力是来自于B48-200T的四缸放弃机 192马力286米匹配的8AT的变速箱 整个动力已经算得上是小缸炮的级别了 而且这国产衣系整个调校也很运动 所以120i在动力性和运动性上 保持了宝马一贯的高水平 对于很多喜欢车的男孩来说 这个南天白云的logo 可能是从小到大的梦想 而时间往前面倒三五年 那时候最便宜的宝马也得三四十万 而如今随着更多入门车型的推出 入手宝马的门槛也变得越来越低 而我身旁这个国产的衣系 就是你你最近的宝马 也是你最触手可及的梦想 而值得高兴的是 加入了M运动超店之后 这个梦想显得更加的漂亮了 这个梦想显得更多入门 这个梦想显得更多入门 这个梦想显得更多入门